各位同学好 我们接下来介绍4-1的理想系体状态方程式 也就是pV.nRT的由来 各位可能在化学有学过了 那为什么物理还要学一次呢 其实重要的是在4-2 我们要用这个pV.nRT 要证明空气真的是由粒子所组成 在4-2可以用此事证明空气由粒子所组成 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件事 因为我们看空气是透明的 那既然我们可以用想的用推理的 就可以证明说空气是粒子所组成 那那是在4-2 那我们4-1还是要先复习一下pV.nRT 之后才可以用它来证明空气由粒子所组成 那其实它是一个实验公式 它是由实验而来的 它是由实验归纳而来 那第一个就是波叶尔定律 波叶尔定律就是说定温的情况下 T就是温度嘛 定温的情况下 那么压力和体积会呈反比 压力和体积会呈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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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 如果你是用压力和体积做图 它会是这样子的一条线 如果你是把其中一个轴呢 导数 例如说体积分之一 然后 歪轴是压力 那它就会是一条斜直线 没有低于0 这样子 好 那 这就是波叶尔定律 那 我们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 附的 我们在Google Cloud 这一个 参考资料底下附的网址 有波叶尔定律的影片 可以观赏 你就看到那个棉花糖 它在气压低的时候 它就会膨胀 那气压高的时候 就会收缩 那就是波叶尔定律 那第二个是给铝萨克定律 给铝萨克 那它是定容 定容的情况下 压力会正比温度 这也是它实验发现的 那么 这里可以推理出一些 特殊的结果 科学家发现说 当你是 横轴 横轴是温度 纵轴是压力 温度用度C的时候 在做这个定容 在做这个定容 改变温度的测压力的时候 他们发现呢 测到的气体 随着温度的变化 它的压力 都会跟温度 都会跟温度呈现线性关系 都会跟温度呈现线性关系 或是它的体积不一样的时候 那斜率就不一样 我们可以给它说 这个是 第一个 Gas 1 就是一种定容的情况 然后第二种定容的情况 第三种定容的情况 可是 有学家都发现说 这个 线 它的延伸线呢 都会交于 负的273.15度C 那这有什么意义呢 好像是 在这个低温的时候 压力会降到0 压力会降到0 那 比它低 比负273.15低 会不会 变成负的压力 感觉应该 不可能 不可能会有负的压力 对不对 所以 这个 就有人提议说 负273.15 可能是 自然界的最低温度 那我们不如把它设为0 设为一个新的0点 这样我们的温度 就不会有负数 这样就可以 更容易的去表示 我们的温度 所以 这个提议的人 就是克尔文 后来呢 人们就为了纪念他 把 克尔文做为一个 新的温标 新的温标 那规定 克尔文 的大小 它的间隔大小 它的间隔大小 跟一度C的间隔大小 是一样的 好所以 我们就可以说 负273.15度C 就是所谓的 零克尔文 不是OK 是0K 是0K 那既然它的大小是跟 它的刻度的 代表的温度大小 跟度C是一样的 那我们原本的 那我们原本的 零度C 就会变成 273.15K 这样子 所以 它们之间的 转换公式就是 克尔文的 这个温度 会等于 273.15去加上 摄氏的温度 这是它的转换公式 好 那 那 关于这个 定容 其实有一种 很特别的装置 叫做 定容 气体温度计 那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课本和讲义 还有我们的 补充资料的 影片 定容 气体温度计 Constant Volume Pherometer 这个就是它的英文 去看看它的操作方式 这样你就会去 你就会算 范例 就会算范例1 就会算假意的范例1 好 那我们这一个部分先 上半段先讲到这里 先介绍波伊尔和给予萨克定律 好 那下半段呢 老师发现 刚刚忘记写下 定容气体温度计的英文了 它是Constant 就是固定的意思 Volume Volume就是体积 Verometer Pherometer Fher Fher Thermometer 应该是这样拼 应该是这样没错吧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们连接所附的影片 它就是利用定容气体温度计的方式去测温度 因为定容的情况下压力正比于温度 那我们就可以看压力去得知温度 看压力去得知温度 那各位就可以用这个式子去做我们的范例一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第三个 是叫做查理查尔斯不是查理查尔斯定律 Charles Law 查尔斯定律呢是定压 定压的底下体积会正比温度 这个也是跟杰里萨克的结果很相似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杰里萨克的结果复制一下 只不过是把压力换成温度而已 把压力换成温度 结果科学家也发现说 对不起不是压力换成温度啦 是那个压力换成体积 科学家也发现说啊 不同的定压情况下呢 温度和体积的线性关系 它的延伸线也都会通过 -273.15度C 这也是另外一个可以推论出 绝对零度的一个实验 对 那也有一个东西叫做定压气体温度计 定压气体温度计是在课本的162页 各位可以去看看它 课本的162 它有介绍定压气体温度计 那它怎么定压呢 它定的是大气压 它在这个烧瓶上面插一根吸管 它是在锥形瓶 如果是课本的那个图的话 它是在锥形瓶上插一根玻璃管 那上面放一个一条段的水银 那上面的开口是通向外界 那所以外面是一大气压 外面是一大气压 然后当里面的体积在膨胀的时候 这个水银会往上升 可是外面还是一大气压 所以这样就可以做定压 它气体温度计 那我们只要看它体积变了多少 我们就可以用体积来代表温度 这样子 那这个是可以自己做做看的 可以用那种国农调味乳 那种玻璃瓶的调味乳 然后想办法把它上面打一个洞 把它的金属瓶盖打一个洞 然后插吸管 那吸管里面再滴红墨水 吸管里面再滴一个红墨水 让它卡在这里 这样就可以成为一个定压气体温度计了 这个可以做为学习地层 自制定压气体温度计 那我们下半段就先到这里 那我们的还有一个定律叫给予亚佛加绝定律 那我们就下一则影片再来介绍 我们下半段就先到这里